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尚恩 明天呢就是七代一九的729傳說了 729當天呢有非常多的活動 將會送出許多珍貴的紅寶石 還有英雄碎片 當然呢當中最佛的活動就是 只要登錄呢就送一免費英雄 七選一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七位英雄你要選擇誰 誰更適合你 Let's go 我們從林蒂開始喔 如果你喜歡邊線射手 或者喜歡玩打野射手的話呢 林蒂非常適合你 林蒂的優點呢是高爆發高激動 是一個完完全全的草叢女王 林蒂呢很適合打野 當然呢他也可以玩邊線 不管是下路還是上路呢都非常優秀喔 上下路呢都充滿了許多的草叢 林蒂玩好關鍵呢就是利用他的游擊能力喔 林蒂從草叢出來呢搭配大招 可以瞬間打出三發傷害觸發他的被動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爆發喔 重點呢是這個爆發的速度非常的快 大概只要一秒呢就能夠完成 打完爆發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瞬間朝反方向拉開距離 這也就是所謂的風箏 林蒂呢就是要利用草叢不停的游走喔 不停的游擊 打一下再走開再打一下再走開 以此類推喔 等到敵方的血量被消耗到少的時候呢 或者敵方已經殘血了 我們再用草叢加速去收人頭 要記得呢林蒂不是像蛹一樣 站住射的射手喔 我們一定要不停的移動 畢竟我們本身呢也是非常脆皮的 極高的跑速呢是林蒂唯一的保命手段喔 所以呢 要注意好我們的走位 右上角是林蒂的推薦出裝奧義 出裝的部分呢一開始我們選擇物理攻擊跟破陣 那這邊有一個問題呢就是第一件裝備喔 要出打野弓還是收文件 林蒂的話呢我是建議大家出收文件喔 收文件呢會用我非常硬的物理攻擊 而且還有15%的冷卻時間 它還有吸血喔 非常適合林蒂 如果你記得我一開始說的呢 林蒂是靠三槍一個爆發 就是被動瞬間打兩槍 加我們大招總共三槍 因此呢前期我們沒用到那個攻速喔 所以呢收文件是更加適合 OK那林蒂到這 我們來看下一位英雄 射手林蒂 林蒂呢當然不是一個熱門的英雄 她雖然不是主流呢 但不代表她不強 林蒂可是非常的強 你沒想想呢 史蘭自由的東西我們都有 我們一技能有控制有爆炸 二技能有位移還有增加傷害 而大招呢是一個會爆擊的範圍轟炸 那我們不要算強化普攻的話呢 林蒂大招可算是唯一會爆炸的技能 會爆擊的技能 這個技能呢是首塔王喔 不管首塔還是推塔呢都非常的強 在後期呢只要敵方的法師射手 或者脆皮的打野呢被我們大招炸到 基本上呢沒幾下就會掛了 更穩定的連招呢 就是先把我們的一技能把敵方暈著 不要忘記我們的一技能呢是範圍暈眩喔 不像史蘭茲是錯一個人 等我們暈到人之後呢 用大招把他們直接火火的砰 林蒂呢跟林蒂一樣喔 我們可以玩打野也可以玩射手 像是林蒂呢會更多人玩打野 這不代表她射手不行 而林蒂的話呢更多人會玩她射手喔 當然其實她打野也非常的強 林蒂最明顯的缺點呢 就是前期打野可能稍微弱一點喔 但是呢除了洛克以外 每個射手誰不是這樣 右上角呢是林蒂推薦出裝ROE 前面呢我們先弄出我們的高爆發 中後期開始呢我們連普攻也一樣的痛 如果想看這一場比賽的完整版呢 可以到右上角去看看 林蒂打野可是非常的強 接著我們來看下一位英雄 依然是一個射手 喔我們怎麼噴出了一個精靈 難道我們是克里希 可不是喔我們這一個是一個特安娜絲 我們特安娜絲呢曾經可是一個精靈女王 可不是精靈限制那麼簡單喔 是女王 當然呢是體驗服裝俗的喔 台服並不會噴精靈 然後我們回到特安娜絲 特安娜絲呢他玩打野的話可能會 沒那麼適合 尤其是目前呢最流行的打野是 納克羅斯 納克羅斯呢會讓你不享受人喔 如果你要說呢我們有輔助的話 當然納克也有輔助 他也有隊友的 反正呢特安娜絲雖然說 他不是不能夠打野 只是沒那麼適合 他輕野速度呢真的有點慢喔 假設對面有菲尼克的話呢 菲尼克把所有野怪上四等 我們可能大概兩等 好消息呢是特安娜絲玩邊線 其實還蠻強的 但我們呢要知道射手的觀念喔 現在呢雖然有些人很討厭玩射手邊線 會叫你不要選 但是呢他們討厭的是不會玩的射手喔 如果你是一個優秀的頂尖的射手呢 相信沒有人會討厭你 反而會叫你好友說 哇你怎麼那麼的厲害 射手的觀念呢如果要詳細說的話 其實還蠻多的 當我們教給大家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觀念 那就是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接下來呢就是穩定的發育 還有團戰的時候呢要趕輸出 在安全的距離 趕輸出 接下來呢是我們的愛角 瑟菲斯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瑟菲斯是我愛角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這個答案 這邊我們就賣個關子 我們就直接來說瑟菲斯的重點喔 非常高的機動性 非常高的爆發 而且還很坦 瑟菲斯坦呢是因為他被動喔 有時候呢你看他血量很少 你覺得可以打贏他 那你就錯了 瑟菲斯呢可是血量越少的時候越硬 所以呢瑟菲斯是建議最少出半坦 甚至全坦 當然呢有時候我也會出一些全攻擊裝 在大順風的場呢可以這樣玩 或者敵方全是脆皮的時候可以這樣玩 右上角呢是我們總結出一套 又坦又痛高爆發的坦裝 不會輕易的被敵方起火秒殺 而且呢也可以踩到敵方的後排英雄 叫媽媽 媽媽呀這個瑟菲斯打人怎麼那麼的痛 那這邊呢教大家一套瑟菲斯的基本連招 我們可以使用一技能的拉近距離 或者直接用大招踩 踩中之後呢要記得一個普攻馬上接二技能 這套爆發呢可以偷殺一個普攻進去喔 所花的時間是一樣 可是呢傷害會打出高許多 如果這時候敵方要逃命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用一技能追上去 一技能之後的強化普攻呢會造成額外的傷害 還會換輸 如果你說這回是要玩好關鍵呢 當然就是門大招喔 要踩準一點 如果你踩不中的話呢就要趕緊撤退 踩不中人的話呢是打不過的 接著我們來看下一位英雄 齊爾 齊爾呢沒什麼好說的喔 就是一個無敵的刺客 無敵是多麼的寂寞 誒這好像是龍馬的台詞 反正都一樣喔 我們等等再來說龍馬 如果你喜歡呢敵方的後排英雄 非常害怕你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一套秒殺呢 那你選齊爾絕對沒錯 齊爾呢有一點點小問題就是 他的發育時間呢比較長一點 在前中期呢需要多多的發育 當然齊爾有個好消息呢就是他經過了改槍 他二技能呢飛行的時間更加的快喔 飛行的司法時間 也就說呢如果你手速更快的話 我們的二技能基本上可以飛來飛去 但飛來飛去的前提呢 是我們要先觸發我們的被動 所以呢 齊爾放一技能也是一個很關鍵的學問 齊爾的一技能呢分為來回兩段 回的那一段呢會造成額外的傷害 所以呢就盡量讓我們兩段的命中 兩段命中呢加上二技能就可以直接觸發被動 在中後期呢我們的齊爾 只要一技能命中敵方的後排 可以直接二上去普攻大招 他就死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一個三角是齊爾的推薦出裝奧義 這套出裝呢雖然已經用了很久喔 但是他依然非常的好用 他非常的實用喔 有足夠的爆發可以一套秒殺 雖然齊爾有很多的位移 還有無敵的大招呢 但是他本身是很脆皮的 所以呢注意一點不要被敵方抓到 一樣喔如果你想看齊爾這一場的 玩這影片呢可以到右上角看看 詳細看齊爾怎麼玩 下一位英雄 龍馬這個英雄呢就很有意思喔 他從一開始的時候呢我就非常喜歡他 相信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喔 喜歡他的武士精神 喜歡他很中義氣 不管是他故事還是外型呢 都會算是一個比較男人的英雄喔 而且呢也是一個非常浪漫的浪人 龍馬的特性呢他是一個中距離的武士 他貼身近戰呢反而沒那麼強喔 他的強項是在中距離 就像呢我們要把 洛克想成一個手比較長的戰士 我們也要把龍馬想成一個手比較短的射手 龍馬呢雖然經過了舒適的下落喔 但是他技能組呢本身就非常的厲害 所以不管怎麼笑呢 他頂多是一個沒有那麼一線 沒有那麼強勢的英雄喔 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弱的英雄 好消息呢是龍馬還有一個改強的空間喔 以後呢我們的大招說不定 插小兵也會吸血 插野怪也會 當然呢要看官方怎麼的跟進 怎麼的調整 又三條是龍馬的推薦裝備 這套裝備呢有誤穿 有冷卻時間有爆發 非常的適合龍馬 龍馬一個小技巧呢 如果敵方沒有使用位移的話 我們的被動 我們的被動砍到呢 我們的二技能就能夠差中 當然呢這是對沒有位移技能的英雄來說 而且龍馬呢現在爆發依然非常的高 只要我們的普攻二技能大招 全命中呢 就可以收掉一個法師 或者一個後排射手 我直接告訴我呢 這一次會有很多人會選龍馬 如果你又選龍馬呢 也在留言告訴我 抽一個圖倫 最近呢本來我也想出一個圖倫的實戰解說 是介紹一套高爆發的圖倫 當然不只高爆發 還要實戰中非常實用喔 不要輕易被敵方秒殺 如果你想看的話呢 請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們來統計一下 如果很多人想看的話呢 我們就先派圖倫 圖倫這個英雄呢 我覺得也是這一次的熱門人選之一 圖倫現在呢 雖然沒有 沒有那麼的強勢喔 但是他前期作戰的能力呢 確實還是非常的強 而且呢他有兩個特點喔 第一就是高機動性 第二是高爆發 還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收頭機制 只要我們的大招用得好呢 成功收頭的話 就會一直的刷新 可以一直的收頭喔 確實非常療癒 那右上角呢 比較大的那個 是我們的堅硬素裝甲奧義 裝備的秩序呢 可以稍微的改一改 可以一情況呢 把霧妖王關 換個凌雙寶珠的位置互換 如果你要選圖倫的話呢 是建議你要 多花一番心思來練一練 他畢竟沒有克里希 那麼好上手喔 而且克里希呢 也是目前版本的強勢英雄 OK這邊到了影片的尾聲 以上呢是七位免費的英雄 也請你告訴我 你想選哪一位 或者為什麼 那最後呢 非常感謝他收看我的影片 每個星期的1357晚上8點 我都會在 Nordalive平台直播 歡迎大家來看 那最後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